这是一个一个投资四个投资的程式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4、3、4、2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4、1、3、6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4、1、3、6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5、6、3、3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2、3、3、2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5、5、3、2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2、4、1、1 投资的点数分别为3、5、1、6 撰写头字的C-Sharp视窗程式的眼镜 算式简易版本,用到图,Random Number 稍微进阶一点,使用MS的语音合成 使用动画效果 这里提供了三个版本 那我们回到我们程式的设计的页面部分 那在我们的设计页面这边的话 我们当然可以看它所产生的扣 那这边的话 原则上这顶页面就已经建立了蛮多的物件 好,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 所以它这边主要产生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它从23行一直到132行 所以是蛮多的 如果这个用比较传统的方式 这些指令的方式的话 这当然会非常的困难 但是我们采用 Visio Studio这样的方式呢 其实你要建立这样的四创程式 其实来讲的话,难度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好,那我们回到设计的页面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当然主要是要去做 四键驱动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边的按钮 全球按钮 好,那我们直接点两下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们其实就可以开始来做我们第一个版本 好,那所以 我们当然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先宣告我们的 IMT的阵列 这也就是我们要存放我们骰子的变数 好,分别当然也就是X0,X1,X2,X3 好,那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阵列 当然就是要放我们的Picture Box的阵列 那原则上呢,它的语法也是方挂弧 那我们把它的变数名称设为叫PP 好,这里面我们放的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 拉出来的分别是Picture Box 1 直到Picture Box 4 然后这边其实有直接用点的 它就很快可以出来 3 4 基本上这4个 好,这是有关于阵列的部分 好,那因为我们的 那Size呢,它是由随机乱数所产生 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呢,我们必须要 有一个random的物件 那我们random物件假设 叫做RND 建立物件new RND RND 圆瓜福 圆瓜福 OK OK 所以是基本上,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 好,然后呢 我們第一個版本先不做動畫 我們只是讓它顯示出來我們的圖形 所以在這裡我們就先寫好一個4圈 所以i從0到3 所以是i小於4 它的變化量是i++ 好 那 圈圈的區塊 好 所以呢 我們這裡的話也就是我們的x 它這陣列所影子第1個這個元素呢 它其實是RND裡面當中 Next這個方法 Next這個方法原則上呢它裡面有三種 那原則上我們採用兩個參數的 所以si的點數是1到6 所以分別它的參數也就是1到 好 這是xi的選取 好 那接下來 比較重要的就是 我們相關的PP 好 PP的部分 PP的第1個 它分別代表了picturebox1 一直到picturebox4 那這個時候呢 它的 image 就應該是 image 哪個方法呢 from file 好 好 那 這個file 我們剛剛也大概也提到了 所以呢 我們是用 採用的是 絕對路徑 呃 像抱歉 我們採用的是相對路徑 所以呢 它 所選取的也就是我們的si i 加上 自串 點 png 好 那我們目前先做這個比較簡 最簡易的版本 如果這個可以work的話 之後 我們再進一步 再去做其他的修改 好 那我們 編譯執行 好 所以我們就丟四個size 好 我們再丟 再丟 好 正面當然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任何的動畫效果 那文字轉語音的部分呢 目前也都沒有 好 那這個 這些部分 稍後我們都會把它加上去 好 好 接下來我們先處理那個文字轉語音的部分 文字轉語音的部分呢 這個之前也在別的城市也大概也做過了 好 那我們的做法當然是先到專案 加入參考 好 然後到system.speech 把它做勾選 好 這邊直接勾選 按確定 所以呢 所以呢 在前面的地方 我們這邊當然必須要打上 using using system 點 它應該是 speech 裡面當中的 語音合成的話 合成的話是 synthesize synthesize 那 原則上我們是打算在 八等還沒有按前呢 它就會說一段話 所以我們當然要把 這個speech synthesizer 呢 它的 宣告的部分呢 我們要提到比較 外面一點 也就是說 在它 縫外 這個 物件 建立之前 我們就要先宣告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就先宣告 speech synthesizer 那 假設它變數名稱就是 ssy 然後建立 這樣 speech synthesizer 這樣的一個 物件 建構方法 沒有參數 但是原瓜 不能忘記 好 那我們 在 phone1 它 這個 建構方法 的 地方呢 我們 除了它的一些 那個 initual component 就是它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 原件的 初始化之外呢 我們也希望它能夠說一些 事 所以我們的 ssy 我們採用的方法 當然是 非同步話的說 那 記得是speech 是speech a s y n c 這個 好 那我們 這裡面當然就可以打 我們希望的字句 好 這是 一個 嗯 這是 一個 啊 動 動畫 程式 動畫 程式 我們有說一句話 我們有說一句話 speech 剛剛用到的 所以 可以 side 子 的 點 數 分 別 為 這邊 這邊呢 我們當然就是把 x0 一直到x3的這些數字 我們把它 寫出來 所以 就是x0 我們 將 個 豆點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再 加 s1 豆點 再加 s2 再加 豆點 這邊 沒有那麼對 豆點 再加 s3 好 那我們 大體上做了這樣的一個 小幅度的一個修改 所以就是 就是 將 文字轉語音的部分把它加進來 好 那我們就編譯指示一下 這是一個一個投資四個投資遊戲 投資的點數分別為4 4 1 4 投資的點數分別為2 1 6 投資的點數分別為6 3 1 6 投資的點數分別為4 5 4 4 投資的點數分別為3 4 3 1 投資的點數分別為6 3 4 5 6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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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再進一步修改 那回到我們的程式 我們再進一步修改 那首先呢我們在這個using這邊我們先做一個整理 這邊我們可以 把一些不需要的把它移除而且做一個排序 再重新點開 所以剩下的就 不是那麼多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必須再加入一個叫做 System 點 這應該是跟自行序有關的 只是Strading的這個 部分 記得要分號 好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要做就是要在 這裡面呢我們去 使用Strading Sleep 那樣的一個方法 好 那原則上呢我們 要做在什麼地方呢當然就是做在這個for回圈的外面 所以我們把它highlight起來 選取 然後到我們的 編輯的部分 這邊有個叫做Intellisense 好 這裡呢 我們可以做的是 插入程式碼片段 我們當然是Vizio C-Sharp 那在這邊的話我們當然要插入的是for回圈 在另外一層 可是在變數的 這裡的控制變數的部分我們必須要用其他的變數 因為I我們已經用過了 所以我們這邊就改成J好了 J 那我們打算是要做20次 好 好 那在 進入這個回圈的部分呢 我們先要做的事情是 先停留50毫秒 所以這邊呢就直接下指令 3 點 Sleep 原刮壹裏面就直接 放50 喔 那 每一次 我們 在 取得我們的 圖樣的時候 P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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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要取得 圖樣之前呢 我們先將PPI 先做 Refresh的 方法 確實能夠讓它 能夠產生動畫的 效果 好 基本上就這樣就完成了 好 然後呢 我們再 重新變異 執行 這是一個一個投掷4個投子的程式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4、3、4、2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4 1、3、6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5、6、3、3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2、3、3、2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5、5、3、2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2、4、1、1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3、5、1、6 投子的點數分別為3、5、1、6 好那 這可以當然可以繼續得在 改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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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